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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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到這邊來演講 其實我經常講的東西跟我的本行電子物理 電子物理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一件我大概在2005年到2006年之間 開始推動了一件事情 大概這四五年推動下來 其實我們發現中國相當的好 而且很明顯的這將是未來一個重要的趨勢 所以在最近這兩年 不管在國科會還是教育部 他們當然他們都經常是樂觀氣質的 經費給的不多 可是要求他們倒挺多的 但是我們的感覺是發現得孤孤必有靈 我們走下來之後發現 很多學校其實都願意在 即使大家經費都很緊 都不是那麼聰明的情況之下 都願意開始做一些工作 所以我個人覺得非常的感動 那數位學習的下一站在我看起來 這個數位學習的技術 其實是已經非常成熟的技術 很多我們需要的技術都已經在那邊了 只是看我們怎麼運用它 而數位學習的下一站 我個人認為就是更開放的數位學習 那對大學來講 一個開放的數位學習環境 就是我們今天所要報告的 八文開放式課程 這個環境的建立與發展 那我想我必須要先介紹一下 什麼叫開放式課程 英文叫做open courseware 那目前全球有一個 這個open courseware的consortium 一個開放式課程的全球聯盟 他們對開放式課程有個非常簡單的定義 它說它是一個free an open digital publication high quality education material organized courses 這裡面有幾個重要的關鍵字 第一個關鍵字就是free 它是免費的 所以它是完全開放無償 供大家使用的 第二個就是digital 它是數位形式的 因為它是數位形式的 所以它可以利用網路 無遠伏界的供大家使用 第三個keyword就是course 它是一個課程 它是一個完整的課程 這點跟我們在網路上面看到 很多其他的資訊 非常的不同 譬如wiki 像大家都知道wiki 可是wiki的這個資訊 大部分都是片片段段的 片片段段的 所以我要查一個單字 我要查某一個專有名詞 它都是一個非常完整 有系統深入淺出 對一個專業領域 來做這個介紹的這個完整課程 而在這裡基本上coursework 它基本上是一個課程 也就是說它應該是一個 20到50個小時 甚至可能更長 它是一個完整的介紹 某一個專業學門深入顯出 然後你看完之後 你就可以對一個專業學門 有這個基本的介紹 基本的了解 或更深入的了解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 這個隱藏的關鍵字 就是high quality 那目前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在網路上面的資訊 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它資訊非常非常地豐富 可是它也經常產生這個問題 就是資訊的真與假 好與錯 對還是錯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你會發現 什麼單位 什麼機構 能夠提供免費的 數位形式的高品質 這個內容有保障的一個課程內容呢 你會發現大概只有大學 大專學校 才有可能提供符合這四個關鍵字的內容 那假如這個大學有一門課程的內容 是以數位形式公佈在網路上 免費的提供大眾使用的話 那麼這就是一個開放式課程 那當然有很多地方可能 它也在做類似的事情 它沒有用開放式課程的名稱 可是它只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在精神上面 它就是在提供開放式課程 那誰最先開始了開放式課程 OpenCourseWare OCW這個名詞呢 最早開始使用這個名詞的 事實上是MIT MIT在1999年 差不多10年到11年以前 他們在做一個研究 當時大概在1999年 98年的時候 網路技術開始成熟 而且開始普遍化 美國很多高等學府 開始在小時候 可以用網路教學來賺錢 包括很多像 Connected Allen 甚至Stanford 他們實際上都有在 開始類似的計劃說 我們提供網路課程來收費 MIT做事非常非常的謹慎 它說可以賺錢嗎 他們在做決定之前 先組成了一個Community 先組成了一個委員會 就是他們的教授 教職員組成了一個委員會 他們不只這個委員會去做調查 還事實上花了大錢 請了非常有名的顧問公司 來做研究 花了一年的時間 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是不能賺錢 但我必須要跟各位報告 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面 有很多的因素 技術上 市場上 心態上 環境上的不同 所以在當時的的確就不能賺錢 在今天是絕對可以賺錢 但在當時MIT最後的結論是 不能賺錢 但這一個委員會 並沒有因此就停下來 他不是只是簡單地說 不能賺錢就算了 結果他反而做了一個 非常大膽的建議 他跟MIT的校長 當時的校長是Charles Fast 這位老兄 現在MIT的校長是 Susan Hafer 是一位女校長 是MIT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校長 做得相當地好 他前一位校長就是Charles Fast 他們是當時的校長 就推建議說 我們乾脆把我們所有的課程 教材內容 就全部開放在網上好了 反正沒有辦法 經過網路教學賺錢 乾脆就把它完全開放出來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建議 在當時的的確確有一些學校 有一些系 事實上有一些老師 個別地在做這件事情 把他們的東西放到網站上面去 但從來沒有一個學校 甚至一個學院或一個學系 非常完整的大規模的 全面的推動 將所有的課程 都把它放到網路上面來 中間的花費 事實上 在當時他們的預估 是相當大的一筆花費 每年大概要花費400萬美金 400萬美金 結果這位校長居然接受了這個建議 然後他就開始去募款 然後開始這個 說服學校裡面的這個 各個這個單位階層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在2001年的4月份的時候 他們就正式在美國最有名的報紙 報紙上面 New York Times 美國時報上面正式宣布 他們要做這件事情 他們就取名叫做 MIT OCW MIT OpenCourseWord 經過一年多的時間 在2002年9月份的時候 他們的OpenCourseWord的這個 pilot site 他們的這個網站 就正式開始成立 對外公佈 我們看一下 他們的網站成長的這個曲線 一開始我們看到他的課程 在2003年 2002年底2003年 只有50門課程 然後成長到500門 然後到900門 到1500門 一直上去 在這裡顯示到 2070能達到1800門 事實上他目前已經 把所有的課程都放上去了 大概總數在1900門到2000門之間 但是他放上去的內容 是不是完整的課程教材呢 不一定 有的課程事實上只有課程大綱 有的課程有完整的教材 有少部分的課程 事實上連課程錄影都有 但完整的程度各自不一 但至少課程大綱 和部分的教材都會放上去 我們認為最驚訝的一點 就是他的訪問率 我們可以看看 在2003年10月份的時候 他每個月有47萬個訪問者 這個訪問者基本上 是把重複訪問的次數扣掉 假如你算上重複訪問的話 可能這個數字要乘以2 也就是平均每一個人 大概會上去2到3次的機會 但光以這個人數而言 一個月就有47萬人 然後一直往上升 我們看到在最輝煌的時候 他曾經一個月就有 160萬的訪問者 去年的9月份 他實際上一個月大概有 140萬的訪問者 他的平均而言 平均在穩定的時候 大概每個月有80萬到100萬的訪問者 扣掉重複訪問 這個當然是從他的訪問的IP address 來確定的 這個數字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我們在講的不是哪個色情網站 不是上面有林志玲的裸照 不是陳冠希的這個燕照門 你有這麼多的訪問者 我也就沒話說 可是我們講是MIT的客 MIT的客都是相當生硬的客 都是相當生硬的客 而這樣的一個網站 居然可以吸引到這麼多的人 他後來把他的東西 也放上了iTunes U 比如在2010年9月份的時候 就是去年9月份的時候 iTunes U它的download 每個月在那個月裡面 就是有72萬5千次 他也有放到YouTube上面 EDU 在2010年去年9月份的時候 有64萬8千次 所以你看到其實當這種人一放出來 你發現 其實大家對這樣的東西的需求性和興趣 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但真正我們引起我們注意的 不是MIT這個總體數字的這麼龐大 讓我們覺得很訝異 等一下我也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會引起我們特別的注意 後來事實上 它這個運動一開始之後 就很快地蔓延到世界各地 很多學校就開始也有系統的 來在推動這件工作 那2006年的時候 有這些學校就共同成立了一個 OCW的consortium 全球開放課程聯盟 在目前大概有33個國家 超過200多個非營利組織 最主要都是大學加入 那總共以OCW名義所成立的網站 大概有100個 那在去年年中的時候 統計起來超過了1萬3千門的開放課程 每一個月造訪這些網站 有250萬個人 台灣目前大約有20所大專院校 還有非營利機構加入這個OCWC的consortium 那我必須要講說 這邊事實上 我們看到開放式課程網站說 只有100多個 但其實有很多學校 也在推動開放式課程 可是它不叫做開放式課程 這個現象特別明顯在什麼地方 就在美國 美國基本上各校之間 有非常強烈的輪戶之間 當MIT一開始叫OCW之後 Stanford做同樣的事情 就絕對不會叫OCW Harvard做同樣的事情絕對不會叫OCW Berkeley又在做同樣的事情 它都不叫OCW 所以事實上 我們真正在做開放式課程 這樣實質東西的學校和網站 遠超過這個數目 應該有好幾倍以上 毫無疑問 那真正引起我們注意 是這個統計數字 這個統計數字 實際上去年10月份的統計數字 它統計了MIT自己公佈出來 說它哪一些區域最常 拜訪MIT的開放式各種網站 第一名當然是北美地區 並不意外 因為美國在這兒 它自己都不支持自己 就很奇怪 第二名我們那時候想 很可能應該是歐洲吧 因為他們好像 比較語言通一點 可是事實上結果不是 我們看到第二位是亞洲 亞洲事實上它20%的使用者 是來自於亞洲 這個數字是2010年的數字 但其實在2004年的時候 我看到它第一次公佈的數字的情況 跟目前差不多 也就是你看到 在過去的這個五六年當中 從它一開始它的網站之後 不久的時間 其實亞洲都一直是它造訪率的 第二大的區域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亞洲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造訪率 2004年的時候 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數字 我非常的訝異 非常的訝異 它列出來 在2004年9月份它列出來 說這個就是它這個網站公佈 差不多一年以後 它說除了美國以外 其他國家造訪MIT這個網站的 這個數量最多的 我們看到第一名是印度 印度並不意外 因為印度人口非常多 6億人口 而它的高等教育 事實上的英文程度相當的高 它的英文事實上是它高等教育的 這個通用官方別 我記得我1983年去美國 Wisconsin Medicine念書的時候 Wisconsin Medicine的這個資科系 Computer Science非常的強 我有幾個Computer Science的 交大的學長 他們很多都是黑客 都是駭客 他們就晚上就駭進學校的系統 他說學弟你來看看 你來看看人家這個印度學生有多厲害 我們那時候考GRE有三項 其中有一項是英文 還有這個什麼數學邏輯什麼 其他數學邏輯我們都很強 可是英文是我們台灣最弱的一點 那每一項滿分是800分 他就給我看 他說你看我們學校 Wisconsin Medicine 這個印度來申請去這個 Wisconsin的這個學生的前幾名 你看我簡直下巴都掉下來了 他們的GRE成績是三項滿分 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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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的人是目瞪口呆 其他兩項我們說 你是這個數理邏輯800 我就罷了 他的英文都800 我跟你說美國學生都考不了800 他們去都能考到800 你知道他的英文有多強 所以印度排在第一名 我們一點都不意外 可是第二名簡直是意外到 我的下巴掉的更大 你想想看台灣 這是我們某位政治人物講的 彼此大的國家 我們有多少人 再下來講 我們的英文不是很強 其實在網路上學習的最大障礙 就是語言 語言往往是我們學習的最大障礙 它是阻礙學生 行學習興趣的最主要原因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中文翻譯本 會賣得非常的好 雖然老師都要求你買一個英文本 但其實他都會附帶 再去買一本中文翻譯本 然後學期結束 中文翻譯本翻爛了 英文本大概簽了個名 啥都沒用 所以語言障礙是很大的障礙 可是居然台灣有這麼大的能力 有這麼多的學生 這麼多人 居然不顧語言障礙去看MIT的東西 再下來我們看 第四名是中國大陸 就是我看台灣都這麼高 中國大陸怎麼會落後呢 當然有一些原因 但後來中國大陸 基本上就追得很快 中國大陸在造反MIT網站的情況 它一開始事實上 在2003年的時候 事實上是比較低 但它上升得很快 每一個掉下去的地方 就是寒假暑假 寒假暑假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台灣 台灣我們交通大學的網站 造訪率 你會發現每一次掉下來 就是寒假 暑假 寒假 Pattern非常的相像 但很快的 其實它目前 目前 以國家而言 以國家而言 中國大陸已經是MIT網站 最大的造訪國家 那一樣 難道他們沒有語言障礙嗎 他們的英文程度應該比我們還差 至少在多年以前 他們的英文程度比我們還差 雖然他們人數很多 那原因在什麼地方呢 後來發現原來是有所謂的 Translational Sound 有翻譯網站 那在當時事實上 有三個最重要的翻譯網站 一個就是中國大陸的一個翻譯網站 中國大陸翻譯網站 是由一個民間組織 一個財產法人組織 叫做CORE 叫China Open Resource of Education 這個中國開放教育資源這個網 那他們是事實上是由台灣成大畢業的 一個老師 在美國的華裔的這個美籍老師 叫做王鋒蛋王教授 他退休以後 到中國大陸去成立的 然後他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就是翻譯MIT的這個課程內容 再來是台灣 台灣有一個這個網站叫OOPS 那做這件工作的人 事實上是一位在現在網路上面 非常有名氣的人 你看報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到翟神朱學恒先生 朱學恒先生也是翻譯這個魔界的這個作者 那他翻譯魔界 他是中央大學奠基系畢業的 他跟我的背景有點蠻像的 他當然他比我年輕很多 他當然比我年輕很多 但他翻譯魔界啊 居然這個版稅賺了幾千萬 我才知道 哇 連台灣翻譯這個魔界的人 都能賺這麼多錢 你就知道援助賺 簡直是賺翻了 他賺得非常的多 那這位老兄事實上 還有很有理想性啊 他拿了幾千萬的版稅 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拿出來 成立了一個基金會 這個文學基金會 這基金會做的其中一件事情 就是招募一工 翻譯這個MIT網站的內容 所以你看到這邊黃色這一塊 基本上就是他們的網站的造訪率 綠色這一塊就是中國大陸 翻譯網站的造訪率 最下面這個是泰文的 是泰文的 Jolong Kong University 是英國最有名的大學 Jolong Kong University 他們翻譯MIT的網站 但你看到最主要 其實它都是因為 把這些翻譯網站的流量 算上去了 所以才使得台灣的造訪率 這個中國大陸造訪率 提高了很多 但從這件事情上我們就看出來 其實在華文地區 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 對開放式課程的興趣是非常高的 這點是絕對毫無庸置疑的 但第二個就是 我發現語言障礙 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障礙 因為我們用翻譯網站 克服的障礙 所以才使得我們的造訪率 這麼的高 對 這麼的高 那當然 你要有這麼多人去造訪它 這些地區的網路人口一定要多 上網的人太少了 他怎麼可能去MIT看 我們看一下在2007年12月的時候 這個數字等一下各位看到 也還有很大的變動 2007年12月的時候 全世界的網路人口 亞洲的網路人口是最多的 你看亞洲網路人口是最多的 達到了5億多 那歐洲其次 North America在其次 所以你就看到 其實亞洲的網路人口 的確是非常多 中間最重要的貢獻 就是華文的網路使用人口 我們想要看一下 全世界前10個最主要的 這個網路使用人口 所指所主要的使用的語言 那英文事實上 當然是第一位 雖然使用英文的人口 其實不是最多的 但他們的科技是比較進步 所以在2007年 11月的2007年底的時候 他們是3億8千萬 中文的使用人口 包括台灣和中國大陸 這裡面其實比較多的中國大陸 事實上只有1億8千萬 在當時看起來 2007年3年以前看起來 落後了2億 這個數字在一般人來講 2億是一個很大的差距 恐怕要很久的10年時間 才能趕得上去 殲20大概還要再10年 才能發展出來 但事實上不是如此 一樣 它就像殲20 讓大家一樣非常的意外 中國大陸的網路人口成長 簡直是驚人 在過去幾年當中 它每年都維持在20%以上的成長 大概差不多 你可以看到 這是從2009年以前 幾年幾年 它在早期是高度成長 後來的成長 基本上每年至少 也都有20%以上的成長 假如有一個產業 它的使用 或者它的這個使用人口 或者它的成長 每一年在20%的成長 這個產業是個不得了的產業 這個就是為什麼中國大陸 在最近只能在網路上面 製造了非常非常多的富翁 非常多的富翁 我們看到在2009年 一年以前 它的網路人口 已經達到了3億8千萬 我們剛剛看到2007年的時候 它還落後人家2億 它還落後人家2億 人家3億8 我們這個中文使用人口 只有1億8 差2億 兩年的時間 它一年增加1億 一年增加1億 兩年的時間 它已經追上了 目前非常非常可以肯定的 在未來的3到5年當中 全世界使用網路最主要的 語言人口就是中文 而且無人能及 它的成長速度還是很快 為什麼說它成長速度還很快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網路普及率 在2009年底的時候 就一年以前的時候 網路普及率在先進國家 都能達到70%以上 給70%以上 比如說日本是75% 美國大概在75% 差不多在75%的範圍 可是那個時候 2009年底 我們說它已經達到 3億8千萬的網民 很多了 可是你算上它的總人口 它的網路普及率 事實上只有大概30%而已 它還有非常大的成長空間 它有非常大的成長空間 它距離以開發國家 實際上還有很大的距離 在中國共產黨 轄下的一個地區 比如說香港 香港的網路普及率 多少呢 達到80% 所以它也在往這個路上走 現在在往這個路上走 所以你可以看見 它的3億8千萬 應該很容易的在未來五年 可能會翻一倍 會達到7億5千萬 可以達到7億5千萬 但即使達到了7億5千萬 它的網路普及率 還不到70% 雖然它目前的網路普及率 看起來還不到30% 可是其中最重要的 這個使用人口 都集中在哪呢 都集中在30歲以下 我們看一下中國大陸 可以在2009年的時候 2008、2009年的統計數字 我們看到 橫軸是不同年齡 10到19歲 20到29歲 而你看到 最上越年輕 10歲以下 網路使用 這個很低 但你可以看到 10到19歲 是它最著的 網路使用人口 20到29歲是其次 事實上 30歲以下 佔了它 60%的網路使用人口 事實上 10到30歲 至20歲的年齡層 佔它全體人口的總比例 不到30% 可是他們佔全體網民的比例 達到了60% 這就告訴你說 你這樣做一些簡單的計算 你會發現 事實上 在10到20歲的人口裡面 它的網路普及率 可以達到將近70% 可以達到將近70% 那事實上 對MIT的OpenCourseWare 有興趣 或者對開放時 最有興趣的年齡層 在哪裡 就在這一段 可以就是在這一段 所以基本上 我們會發現 中國大陸的網民的成長 其實對網路學習的需求量 會非常的高 當然 只是使用網路的網民很多 不表示他們對知識 特別是高等學府的知識 一定會有那麼大的興趣 可是你會看到 另外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也是在人類歷史上 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數字 就是他們高等教育人口的成長 差不多在1997年的附近 中國大陸跟台灣 都做了一個同樣類似的決定 就是大幅度的擴張大學的數量 所以在15年當中 台灣的大學數量 從50間變成了160間 將近170間 當然台灣這個變換裡面 有很多種 事實上是把原來的 這個專科體系的 把它升格升職 這個升為的這個大學體系 可是大陸不一樣 當大陸要做進去 它是無中生有 它真的是把它無中生有 我們看到從1998年開始 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人口 這裡面高等教育人口 包括了本科生 專科生 以及它的研究生和成人教育 但最主要的就成長 都是在本科生以及研究生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它的總學生人數 事實上在1998年的時候只有600萬 然後我們看到2006年就達到了2600萬 目前已經達到了3000萬 因為不到10年的時間 它一下增長了2000萬個高等教育人口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增長 不管就比例或者絕對數字上而言 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間 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 把它的高等教育人口做這麼大幅度的成長 這個顯示是爆炸性的膨脹 在2003年的時候 它已經達到了1800萬 變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人口國家 原來高等教育人口最多的國家 事實上由美國保持領先了至少二三十年的時間 他們的高等教育人口大概在1600萬到1700萬當中 每一年的成長事實上非常的有限 都是小幅度的成長 事實上從2003年開始 它就被中國大陸超越 然後事實上目前中國大陸已經將近3000萬的高等教育人口 在2008年的時候它的高考人數 就像我們以前的大陸聯考 當時的高考人數就已經達到了1000萬人 他們的錄取率也是階級升高 從50%、60%到70% 目前大概已經到70% 你可以想見 在這麼高度的膨脹的過程裡面一定有問題 當然一定有問題 還有多少高等學府呢 高等教育機構大概超過2000個高等教育機構 我們每次聽到大概都真的20個 北大、清大、腳大 反正就是那幾個 實際上它後面一大堆 那這麼膨脹的 這麼快速膨脹的 其實後面那一大堆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它的教育資源的分配和水平 是標準的M型化 而且這個M型化是前面那個特別窄 後面那個一大堆 所以它的高等教育實上 目前碰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很多潛在性的問題 但這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 但你可以看到 它的高等教育人口 如此快速膨脹 它當然就會對高等教育的素材 有非常大的需求量 那你可以看到 1000萬的人口 假如目前它的錄取率是70% 它每年還有300萬的人沒有學校念 那假如把那些很爛的學校 根本念與不念的也算進去 我想大概有400萬人等於沒念 那就是為什麼大家都想在中國大陸搶這個高等教育市場 特別是台灣 香港 澳門 他們早就新加坡 早就搶了一大步了 台灣也想搶 因為我們台灣每年 比如說我們預計在幾年的五年的時間 我們每年的大學入學人數在這個20萬 假如它有400萬人沒有入學 10%就是40萬 假如5%就是20萬 我們只要拿個2.5%就是10萬 我只要拿到沒有上學的2.5%就是10萬 我們每年不過20萬它就10萬 開玩笑我們一定撐死 我們一定撐死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們目前很多學校 希望為什麼要開放大陸學中來台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為它的高等教育人口市場是全世界最大的 而且仍然在膨脹當中 但不是只有網路 只有需求的人網路學習就一定有效 那對網路學習我很喜歡用的一個公式 就是ISM公式10MC平方 只是我有不同的解釋 E就是網路學習的效益 M就是網路學習的動機 那當然你有這麼多高等教育的人口 它有沒有網路學習的動機 有它有強烈的動機 它有工具可以使用 有網路可以使用 但這個公式裡面最重要的一項 是有加成平方效果的一項 就是網路教育的內容 我們有網路教學的內容 那很不幸我個人認為 在過去的十年當中 給整個中文使用區域的網路人口成長 是全世界最快的 不管就比例和絕對數字的人都是最可怕 可是我們網路內容 特別是好的內容 網路教學內容的成長 卻是非常的慢 非常的貧乏 所以我們嚴重的缺乏高品質的 華文網路教學和課程內容 我就再回到2004年 當我看到MIT說 台灣居然是它使用率最高的 第二個國家的時候 某一天的晚上 我做了這樣一件事情 那天我剛看完色情網站 我不知道有多少教授願意承認 我是色情網站迷 我跟各位報告 我是色情網站迷 非常誠實 色情網站有一個問題 色情網站的問題就是 進去之後 它會一個連一個 一個連一個 一個連一個 我看到有人在點頭微笑 你跟我同樣的經驗 它連到什麼時候呢 經常就會一直點 一直點 一直點 點下去點到什麼 就是中毒為止 我那時候其實想說 其實中華民國政府應該 我們在網路裡面 輸了人家 韓國在做網路遊戲 就比我們厲害 它就比我們搶先 我現在小朋友在玩的網路遊戲 好多都是韓國做的 台灣就是沒有真正做起 我就想沒關係 我們應該做色情網站頁 讓我們政府能夠成立一個色情網站 保證不中毒 我一定是它的忠實客戶 不過會有點擔心 會怕它監測我的所有資料 那天晚上我就想 我來查查看 我說到底色情網站內容 和我們中文的 跟教學有關係的內容的量 有差多少 這當然沒有非常好的查法 我的查法也許會引起一些爭議 不過各位請做參考 或者當作一個笑話來看 那天晚上 開完色情網站 我就上了Google search 我說怎麼查色情呢 我就打個英文打Porno好了 Porno就是色情 你可以說可能是研究色情的論文 好吧沒有關係 不管怎麼樣 我查Porno這個字 然後接下來我就查 中文的物理 中文的數學 中文的生物 中文的半導體這樣查 然後當我一查Porno 你可以看到數量非常的多 哇好多 然後查中文的物理在這邊 中文的化學 數學 然後下來 你看看查多少 查得一塌糊塗 我剛剛說了 在網路上面 接觸資訊和學習的最大一個障礙 是language 是語言障礙 但唯一沒有語言障礙的 就是色情網站 色情片絕大多數都是95%的動作片 它偶爾會用到一些語言 但大部分都是全世界通用語言 叫做嗯啊啊哦哦 所以事實上你發現 我曾經在我的課堂上 我的課堂200個學生 現在學生比較敢表達 我就問他說 你們有沒有看過色情網站啊 很多學生都願意記手 男生了吧 女生還是比較保守一點 其實就我相信 我相信很多女生也偷偷看過 但是男生舉手 我就說這些人 你們說你們看的都是哪一國道啊 你發現看的很多都是日本的 英文的 反而都是中文的不太多 不太多 你就發現這個東西溝通是無國界的 所以你看我們的小朋友 一上去網站裡面 一上去上網 他很容易被這色情網站給淹死了 完全都淹死掉了 在過去十年當中 其實中文網站內容成長非常的快 但成長最快的是什麼呢 是布洛格 布洛格他的娛樂性很高 可是他的教育性其實不高 其實不高 所以你看到我們真正在找教育內容說 其實是非常貧乏的 我就想說難道英文會比較好吧 英文果然好很多 當我打Physics 打Math 打Biology什麼之後 你看到 他雖然不能跟色情網站比他高 可是至少差可批底吧 差可批底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看到 雖然英文的網路使用人口 就是真正英文和母語的使用人口 其實並不多 可是英文的網站內容卻是相當的豐富 使用中文的這個為母語的網路人口 很多事實上 目前已經超越了英文 可是我們的中文的這個 比較健康的教學內容 其實非常的貧乏 非常貧乏 這裡面其實我們就希望 大學能夠開始負起一些責任 把各位的課程內容 拿一些來 把它公佈出來 開放出來 給大家使用 我可以保證 很多人對這樣的內容 是非常有興趣 而有需要的 另外事實上 在我們開始做 是2006年 我們開始做這件事情 我們很意外地發現 其實在使用這些課程內容的人口裡面 有很大的一部分 不是我們的在學人口 因此我們就開始注意這些事情 發現 其實網路學期 將是終身學習 最重要的一個工具 所以事實上 我在教育部的時候 我沒有機會 跟教育部的機制司 或者做終身學習的負責單位 你假如希望我們的終身學習 真的能夠普及化 能夠深入 那我認為 一定要加長 開放式的網路教育內容 我們看一下這個曲線 這個曲線 這個曲線是我們的學習曲線 因為橫軸是年齡 從零歲開始 直到 譬如我們的平均年齡是85歲 然後這個 縱軸基本上就是我們的學習數量 就是我們花在 學習上面的時數有多少 那假如這個曲線在歐洲的話 我們發現它上去的慢 下來也慢 可是這個曲線在我們華文地區 包括台灣 香港 中國大陸 都是一樣 我們有個非常畸形的曲線 就是我們上去的非常快 下來的也非常快 我們大概在四歲到五歲之間 四歲到五歲之間 我們的學習曲線 花在學習上面的時間 就急速上升 在我那個年代 學樂器大概就兩種樂器 不是小提琴 就是鋼琴 你可以看現在光是學樂器 有多少不同的選擇 吹的 拉的 打的 彈的 通通都要學 然後這個幼稚園就開始學英文 我那個時代是上了初中 才開始學英文 現在什麼 唱了幼稚園 三歲 四歲就在雙女班 就在學英文 所以我們的學習曲線 一到幼稚園生小學 這個階段就 哇 下拉的很快 那它一旦上去之後 就從來沒有下來過 它已經飽和了 所以從小學 一直拉到這個 以前拉到這個大學 現在拉到碩士班 然後到了碩士班以後 進入職場發現 過去學生大部分 好像沒用耶 還要重新再學習一次 所以在進入職場的 頭三年到五年 它的學習曲線還不錯 可是到三年五年之後 它的學習曲線 就會快速地掉落下來 那從什麼事情可以看得出來呢 從我們的閱讀習慣可以看得出來 曾經在去年 應該在前年 大概一年半以前 一個調查統計數字公布說 台灣成年人每一年讀幾本書 各位知道讀幾本書嗎 一本 可憐啊 一年才讀一本書啊 難怪我們的出版業 通通要死掉了 一年才讀一本書 事實上我相信各位在場 很多人可能家連報紙都不定啊 反正學校有啊 到了小學休息室 看一看翻一翻也就罷了 網路上寫寫 看看就行了 可是在歐洲不這樣的情況 歐洲人的閱讀習慣 事實上到他成年之後 甚至四十歲 五十歲六十歲 他的閱讀驅械 仍然相當的高 你發現 在美國夾坐飛機 很多人手上哪一本書在看 這個小說也許是個paperback小說 不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小說 他們經常在看小說 可是中國人上去很少人 哪一本書在看 比例不高 比例真的不高 就看到說 其實我們的學習曲線 這個很快就掉下來 當然這裡面有些因素 不是我們能夠改變的 不是我們能夠改變 因為大家被壓迫太久了 一下解放之後啊 就完全放鬆 再也對學習沒有興趣了 被我們的老師全部扼殺光了 再也不想看書了 能夠不看就不要看 但還有一些原因 事實上是我們可以幫忙的啊 事實上中生學習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 有幾個非常重要的障礙 第一個是錢 以前是爸媽出錢 等我畢業了我要買房子 我要娶妻 我要養兒子 我們有那麼多錢可以用 但第二個原因是時間 我們有那麼多時間 我要上學要上班 但時間裡面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彈性 照理來講沒錯 我每一年應該要有 每一個禮拜應該要有兩天的假 可是至少在台灣的企業 或者講所有中國人的企業 所以華文的這個企業裡面 你發現你的彈性沒有 本來我禮拜六該放假 結果郭台銘打了個電話 對不起我今天不能放假 那事實上我這個 本來禮拜六該放假 可是對不起我老婆她要去加班 我禮拜六必須要做我的事情 所以你發現我目前有一些 這個EMBA或者這個在學進修 你禮拜三或禮拜六或禮拜天 你一定要去上課 你發現我有時間 我不是說理論上每禮拜應該要兩天 可是對不起我這兩天是非常的不確定 非常的不確定 所以各位記得在金融海校來的時候 我們政府提出來說 我們鼓勵大家去學校進修 發什麼教育券去進修 我就預言這個效果絕對不會好 所以當時清華大學就大肆舉辦 結果好不好 結果效果非常的不好 因為這些人已經失業了 失業他就沒錢送小朋友去念貴的幼兒園了 他必須要在家裡照顧小朋友 把小朋友接回來省錢的 他必須要具體力表啊 萬一人家要叫你來interview 我要不要去 我要趕快去啊 萬一學習到了一半 我開始找到工作了 我還要不要去上 他發現效果不好 其實他應該做的什麼 他應該把這些教育的 通通世衛化放在網路上面 那他對有幫助的 將不是那一年金融喊笑的人 他一旦放上去之後 事實上是對所有的人 十年五年以後都有幫助 不是對失業的人有幫助而已 他對所有需要的人都會有幫助 因為你一旦把它放到了網路上面 你任何時間都可以看 你不是指一定禮拜六禮拜天看 你不一定是禮拜三看 你不一定要在國內看 你可以在大陸看 你可以在香港看 你可以在英國看 都沒有影響 所以一旦有了開放式課程 他立即解決了這三個問題 時間、Flexibility和錢 那我們認為這樣子 就可以把我們的中生學習曲線 往上拉 我覺得一個我實際 親身體驗的例子 兩年以前金融喊笑 在十二月底的一個下午 我太太在美國的洪海 擔任R&D的經理 研發部門的經理 因為他剛調到美國 在那邊人緣和地緣關係 還不夠詐實 總經理叫他進來 希望他提早退休 但給他條件很好 給你兩年薪水 你提早退休 我老婆二話不說 當場答應拿兩年薪水就走了 他認為說兩年薪水 讓我找定找工作不太困難吧 應該沒問題吧 他回來之後 前思後想決定 不完了 幫人家做事實在是很辛苦 還是自己為自己做比較好 他決定做什麼呢 因為我太太在美國西岸 美國西岸很多華人都在做 都在做房地產 當時房地產很不好 很多法牌物種 我老婆說我就做法牌物 但他完全不懂怎麼辦呢 他就修了網路學習課 美國有個非常有名的人 叫Donald Trump 這個房地產大亨 假如你上次看電視的話 那Trump呢 基本上他有個Trump University 他就做網路學習 後來我發現我老婆 用網路學習學了半年的時間 居然學得相當的好 還拿到一個證書 這個證書當然不是很有用 但重點是 他學到了實質 該怎麼操作 怎麼運作 一年以後他要開始出手 兩年之內他賺的錢 比他在紅海還多 那時候就發現 哇 網路學習的確確很有效 我知道當時 Donald Trump這個網路學院 相當的賺錢 很多人就在這邊學 然後這個網路學習 對我老婆什麼好處呢 她任何時間都可以學 然後事實上她開學 她這個學校設的 設在東啊 可是我老婆在西啊 沒有關係 我照樣可以學 那我這樣問問題 我一定用網路來問問題 你發現身上網路學習 已經開始變得非常的有效 它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終身學習工具 它甚至可以幫助一個 50歲的婦女 開始轉業很成功 所以我知道網路學習 其實對終身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華文師開放課程 其實開始比較早的是 中國大陸 中國到了2003年 就我剛剛講 Core的組織就已經開始 在做翻譯的工作 但同時 他們教育部的動作 也比我們快了好多年 當然做得好不好是一回事 但它已經開始在做 2003年的時候 他們教育部高校司 開始推動所謂的精品課程 給他們要求幾個學校 或者覺得你教的好的老師 把你的課程拿出來 公佈出來 讓大家來看 大家一起來看 那他把這個叫精品課程 精品課程有學校級的精品課程 學校級精品課程送到省以後 有省級的精品課程 省做送到中央以後 就有國家級的精品課程 那我等一下會 最主要就是講 國家級的精品課程 國家級精品課程 那總計畫 從2003年開始 五年為一期計畫 他們跟我們一樣 很多的學員 以五年為一期計畫 我們叫五年五百億 他們那個也很喜歡 都是有五年一起的計畫 所以最近有十二五計畫 每五年做一個計畫 那從2003年到2007年 三四五六七 在這五年的時間裡面 他們總共集結了 1799門的國家級精品課程 那總共有466個大學 參與在這裡面 當然比較頂尖的學校 包括北大 清華 交大 浙江大學 他們提供的課程會比較多 那比較次一級的學校 他這個入選的課程 會比較少 在2010年的時候 在去年的時候 他的國家級精品課程 已經達到了3500門 第二期的計畫 從2008年開始 從2008年開始 在第一期的計畫裡面 他的數量雖然不少 可是品質不太好 品質不是非常好 那中間有非常多的原因 但是中大陸 在過去改革開放 二三十年的時間裡面 一再的在用同樣一個策略 就是由量變產生十變 因此從2008年以後 他們的第二期計畫開始 由他們的北京教育部 成立了一個 國家精品課程資源中心 由這個國家精品課程資源中心 統一成化所有的精品課程 相關事項 然後在2009年到2010年當間 我就看到他的這個精品課程 已經開始產生質變 已經開始產生質變 那這點其實蠻可怕 就是他一旦開始產生質變 他可能在未來五年 他的很多的這個水平 就會快速的上升 那台灣你要不趕快做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我們所有的發言權 大概都會被中國大陸搶走 就被中國大陸搶走 所以在這上面 我們其實應該要更加緊 來做這件事情 台灣比較慢 在翻譯網站上面 2004年就我們說 朱璇恆生先生所成立的這個 有部份他在做 那學校也在做 實際上一直到2007年 才由交通大學第一次來做 那最主要的 我們看做這件事情 機緣什麼呢 是2006年的時候 五年五百億的經費下來 那教育部希望 每個學校都能在教學上面 有一些新的做法 那交通大學 就由理學院 由我提出來說 我們可以做OCW 那學校同意了 然後我們在2006年 籌備了一年 2007年正式開始了 我們的OCW的這個網站 那2006年籌備 2007年 我們一開始 事實上發布的課程並不多 然後在2007年的時候 我們有12萬的瀏覽人次 2008年達到33萬 2009年有80萬的人次 去年我們已經突破了 100萬人次的造法率 我們目前發布的課程 應該超過75 因為這個寒假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學期錄的課程 再加上去 所以應該會達到 大概85到90門課程 這個數字實際上 是去年年中 去年10月的數字 我們有75門課程 中間有65門的課程 是完整的隱音課程 也就是我們把這個 隋唐錄影放上去 然後所有的課程資料 材料 全部都放在裡面去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開始推動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只有6門的隱音課程 9門的非隱音課程 所以非隱音課程 就只是把課程的講義放上去 然後我們有12門 在隔一年12門隱音課程 6門 然後21門隱音課程 非隱音課程 只有一門 所以你看到我們對隱音課程 其實越來越重視 越來越重視 這個原因等一下 我會提出來跟大家討論 那為什麼要這麼多的隱音課程呢 是因為我們發現隱音課程 其實是自學者最重要的學習工具 那課程教材對什麼人會很有用呢 對老師其實會很有用 為什麼 我們老師已經早就知道 這個領域在做什麼 但是我要看別人教些什麼東西 因此我看他的教材之後 我就知道 我應該怎麼樣 可以把他的教材 這個參考他的教材 融入到我的教材裡面 可是對自學者 完全是沒有學過這個領域的人來講 你光看教材 其實他不是非常的清楚 他最重要要靠的工具 其實是完整的隱音課程 這個數字是像國外的數字 它就比較了隱音課程 和非隱音課程的這個重要性 那我不一項一項的解釋 我們就光看第一個 第一項 第一項在講什麼呢 第一項在講說 這個課程使用者 每天會回來的比例有多少 我們看到第一個 就是隱音課程的使用者 有24% 他每天都會回來 非隱音課程的使用者 他每天回來的比例只有8% 這告訴各位什麼呢 就是隱音課程使用者的課程 忠誠 他回頭率是比較高的 高很多 這些隱音課程使用者 就最主要就是什麼 就是自學者 他們叫self owner 這個self owner 基本上 當他一旦開始之後 他就會經常地回來看 就會經常地回來看 所以從這領域地看出來 假如我們希望我們的課程 能夠有比較高的回頭率的話 那隱音課程應該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假如比較一下 我們江東大學MIT的情況 你會發現我們的隱音課程比例 比他們高很多 在2007年 也就是他們開始做OCW 後4年的時間 他們那時候公佈了1650門課程 可是其中只有21門課程 有完整的隱音課程 一直到去年 他的完整隱音課程 也只有80門 各位假如記得我剛剛所說的數字 在去年10月份的時候 我們江東大學有75門的 這個公佈了75門的課程 而隱音課程就已經佔到了65門 所以你可以看到 68門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比例比他高很多 每一門完整的隱音課程 所佔用的Memory 所佔用的記憶體的數量 大概是非隱音課程的100倍 等於說假如以記憶體容量來講的話 我一門隱音課程 可以抵上非隱音課程的100門 所以我假如公佈了68門 乘上100就是6800門 所以我們所提供的記憶體資訊 假如以資訊內容而言 其實比MIT還要高 還要高 所以我們的隱音課程比例 佔得非常地高 佔得非常地高 那我們看一下 交大開放課程的這個網站的流量 從2007年6月5號 6月5號開始我們正式公佈 我們就一直往上升一直往上升 反正掉下來這個地方 大家看到都是這個放假 比如說這個是寒假 這個是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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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累推 一直上來之後 我們大概現在都平均維持在每個月 大概9萬到10萬人次的造訪率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大概交通大學的造訪人次 已經超過了100萬的人次 我們想要比較一下 2004年的時候 MIT它的網站公佈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當時它公佈了500名課程 它從中國大陸來的造訪者 最主要是透過翻譯網站來的造訪者 每個月事實上只有4萬次 也有4萬人次 而事實上我們目前大概每一個月 就已經有9萬到10萬人次的造訪率 所以事實上還相當的不錯 我們看一下我們最受歡迎的一些課程 這個是去年1月份的時候 我們這個 我們其實每個月都有統計 這個統計稍微會有點變動 但範圍不大 我們最受歡迎的課程 一直都是維基分課 下來是物理 然後是電子學 維基分課在那個月裡面 有7000多人次的造訪率 7000多人次造訪率 假以把重複造訪的人數扣掉的話 大概是2000到3000人 2000到3000人 比如說這個老師 維基分這個老師 他平常在課堂裡上課 我們每一班維基分的人數 限制在75到80人 不能太多 不是大班 可是他一個月實際上上來看他的人 就有兩三千人 遠超過他課堂的人數 這位老師實際上在我們一開始推動OCW的時候 是被我們硬拖 死拖活拖 威脅利用各種方式 拜託他一定要做 他教得非常的好 他是百分之百版書的老師 就寫版書 但是教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精彩 我們這個好不容易才讓他 這是一個非常低調的老師 平常不太講話 很安靜的老師 可是課上的功耗 那他總算勉強同意 在2006年的時候錄影 然後2007年放上來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在兩個月以前 我們有個機會 剛好跟校長一起開會 這位老師居然很高調的 在其他老師面前站起來 跟校長說 校長 我敢跟你保證 在全中國大陸 最知名的交通大學教授 就是我 我簡直目瞪口袋 平常這個老師怎麼不講話 那天居然一上台 就如此誇下海口 但他說的是不是事實 他說的是事實 是事實 至少我們每一個月都會說到 好多從大陸來的 包括大陸的老師學生不同階層 就是自學者 他們寫信過來說 你們這維基分教得真好 我們大陸老師都不一樣教 你們教得真是清楚 真是非常好 他的內容事實上 這個 事實上這個內容 這個人次絕對是低估了 為什麼低估了 因為我們這個是開放式課程 我們是可以下載的 我們發現有很多的大陸網站 其實把他的內容下載 然後放到他自己的網站上面去 那我本來不知道有這樣的情況 一直到上個學期 物理一 這個物理一是我 你有沒有 是做俑者 沒有辦法 我拜託我們系上15個老師 因為我們每年開物理大學 15個班 拜託其他14個老師 拜託你們錄影 沒有一個月錄影 千拜託萬拜託 威脅利用都沒有用 我說你自己去 誰要你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第二名是我 後來兩個月以前 我就上大陸最大的搜尋網站百度 Google要退出大陸 最高興的就是百度 百度就成為第一名 那百度我就上去看 我就查李威夷 哇出來很多東西 當然大陸也會叫李威夷 台灣也叫李威夷 還有通緝犯都有 但我沒有辦法一頁一頁看 我大概看了五頁 大家看了五頁 我看了五頁 我至少就看到三個網站 三個網站 是把我的內容 課程內容 一個學期的課程內容 完整地放在他的網站上面 完整地放在他的網站 還附上獎益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很明顯的 這個只是來到我們學校的網站來看 但是很多事實上 都是已經放到大陸的某個網站 他也在上面看了 所以那個數字量 絕對遠高於這個數字量 毫無疑問 毫無疑問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這位維基文老師 性情大變 突然變得極端的自滿 居然在校長面前 拍拳不想這樣 但我必須要同意 他說的是真的 他說的是真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影響力 其實擴極得很大 你想他想見 他從2007年開始 把這個課程公佈出來 七八九十四年的時間 每一個月假如有三千人上去看 一年我們就算兩萬人 好不好 一年兩萬人 他四年的時間 大概目前至少有八萬人 八萬人以上 有看過他的維基文課程內容 所以他的影響力大不大 不大 這裡面不只包括學生 還包括老師 在2008年的時候 我們做過一次survey 我們寄出去一些問卷 然後請這些使用者 回答我們的問題 當然不是回答率不見得很高 所以這個數字 僅是作為一個參考 我們發現我們使用者 裡面百分之五十八是學生 百分之三十五是自學者 百分之五是老師 那我們想要看一下 MIT的分布 MIT的分布 從2004年我們看到的分布數字 一直到去年2010年的分布數字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他的學生市場佔42% 他的自學者佔43% 他的老師大概佔9% 佔10% 所以你發現 我們其實覺得 他的數字分布蠻好的 我們覺得 最好Self Learner 自學者希望能更多 就是我說你會發現 其實對Lifetime Lifelong Learning 對終身學習而言 開放式課程將會是最重要 不該說最重要 應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字 我們一定要非常地重視 那下來就是 我們希望擴大的就是老師 educator 我們後來發現 開放式課程 對其他老師的影響很大 以電物系我精神經歷而言 我說每一個學期 我們要開15門的物理課 給全校學生修 其實在過去十年 我教了快20年的時候 1991年回到台灣 到今年 剛好20年 又要領一個教育物法的十年獎章 我希望他加我薪水 讓他給我一個小小的獎章而已 也不是金職的 也不是銀職的 好像是銅做的 但是這麼多 在前15年裡面 每一個物理老師都聽說 其他物理老師教的怎樣 好還是不好 有趣還是有趣 言不言 有什麼問題 可是從來沒有一個物理老師 真的到另外一個物理老師的課堂裡面 去聽過他的課 沒有 甚至都沒有去看過 人家教的教材什麼 直到他用哪種課本而已 卻不知道他的教材 他的class notes是什麼樣子 可是當我2007年 把我的課程一公佈到網站上之後 我非常肯定 在這15位的物理老師裡面 至少有一半 甚至搞不好每一位都看過了 至少有一半去看過我上課的錄影 很簡單 因為他們告訴說 李老師我知道你上課講了什麼笑話 你昨天罵了陳水扁 上個月糗的馬英九 還要告訴你老李老師 你什麼的交錯 什麼的交錯 我馬上就知道你們都看過 事實上有位老師曾經來跟我說 李老師啊 我下個禮拜出去開會沒辦法上課 可我也不想補課 沒時間補了 我看你這部分光學教的還不錯嘛 跟我也差不多 我叫我學生去看你的好不好 我當然好啊 我開放的 你愛怎麼用 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 所以我現在就知道很多老師 其實在看別的老師怎麼樣教這個東西 我事實上每個月也都會收到一些老師 譬如我曾經收到好幾個 這個其他學校老師寫信來問我說 我可不可以使用你教材的某一部分 其實他們不用問我 因為我們都是完全授權 你可以使用 完全沒有問題 但就會來反應 中國大陸事實上也有好幾個學校 你知道老師過來問我 我可不可以使用 當然使用 我說你使用即使非法 我也不能把你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 他對老師的影響很大 但你沒影響一個老師 他的擴散效應就很大 因為你影響了老師 他教什麼 怎麼教這個學生 就會形成很大的擴散效應 然後事實上 當你一公布出來 你就發現 他對其他老師開始產生壓力 他會有壓力 所以其實對教學是個好事情 是一件好事情 他的影響事實上 也非常的深遠 所以事實上我們發現 在這個圖裡面 我們希望 自學者增加 我們希望 越來越多的老師 來使用 來觀看別人的課程 是怎麼教他 那我們認為 事實上 MIT這個分布 是一個非常好的分布